市值管理的部分 我们这样听可能觉得有点搞笑 因为市值管理就是A股 这是A股的术语 也要保持住 总之你给我托起它 不要太差 它们内部托 虽然我们自己听好像觉得搞笑 但我觉得短期来说 对于A股就未好觉 但是港股你见到的 大家是比较倾向 这次反弹现在的情况是国序民推 很明显是先选央央企国企 反弹会比较信心一点 因为可能就是受到这一个说法的影响 虽然这样说 大家都可以觉得他有他说的 市业实际点 但我们都信 倾向觉得钱是到的 尤其是 这样说的 第一日 弹的时候 其实观察都已经觉得 应该是弹的了 因为很多人不信 但是 尤其是我们看第二个节目 因为很重要的是下午 下午是有钱买回的 所以其实是保持到弹 但是另一方面想说的 我们自己有些反弹目标的 是 16500 差很少 现在收的16200 随时不小心 那天晚上的夜期 下午上就完 所以 近近地 弹目标的 就不要在这方面 太过特别有充劲 什么 可以玩多久 当着他反弹 会好些 如果你说真的有什么事 再下来 各样的话 那就随时会回到 之前 小帝讲的目标 不过 如果可不可以 农历年前下回14000 我觉得现在就没那么大信心 我觉得暂时的情况 始终他反弹 我就不会特别跟他搏 起码让他弹着武力 尤其是刚才说 第一批弹了上来 那批央企国企 出一支阴烛 先 那才 想会不会 重新 暂时就不会特别 做探绝